嗨,大家好,這邊是KERBONK老師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人會提說 為什麼我們這一個 怎麼樣把Windows 3LT 安裝到Loss Belly Pie 3上面 會有一點點比較麻煩的部分 好,那我們請各位稍微找一下這個網址 還有這個相關的介紹 請各位點選一下 Get Windows 10 Coinsided這個動作 自行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就會連接到這個帳戶裡面 各位就可以透過這個帳戶繼續往下下載 那麼 好 好 請你要選擇你的設備 那我建議就是往後一點點的版本 然後 Confirm的部分 Policy的部分 當然就是給它確認囉 好,Insight的版本 那確認之後做Confirm的動作 好 然後選擇你的機器 那當然就是Ross Belly Pie 好 然後再次再次Confirm 再次做確認動作 好,確認 好,那接下來就請你下載囉 好 下載 好 下載 那因為下載時間會有點長 所以我 我先把影片暫停 好吧 那當下載結束之後我們再繼續 完成之後呢 請你打開這個專案 把它給下載並且打開 好 好,這是一個ISO檔 那各位怎麼打開呢 事實上就是 這邊把它點兩下就可以了 電線 效果 可以 看到像這樣 的一個版本 可以用它 我們定線跟置信就可以了 所以 就是 請各位來 按一下這個圖案 好,可以把它滴一些 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就是一些很重要的動作 好,所以你去做完整個做完整個程度 跟之前的試用一樣 就是各位只要稍稍點選 然後選擇什麼台語或同意 等到下 可以直接做完整的動作 好,那安裝的動作又有點不穩 好,那我等一等 就是要保證暫停之後 再讓大家來秩序 好,待會之後 我們請你重新整理 也許它會成功 那就待會一起來做成功了 OK,掰掰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感谢观看